台股从今年初的万八一路溜滑梯来到万四 很多小股民被套牢在山顶 绿地上开满红花真的久违了 赶在土石流沉灾前 护国神山台积电5号开盘上涨10元 占回450元 前一天TSC的红海早盘则强涨3% 另外传产股共17党股票除息 预计影响加权指数22点 幸好如红开盘就填息成功 不过台硕确是开底走低 跌于3% 沉显贴席 融资也大减 股价也跌得够深 基本上随时都可能出现一个反弹的行情 台积电的整个的明年 尤其产能利用率或者营收 都可能受到一些影响 加上美股下跌外资大卖 所以造成股价从680一路回到440 现在股市还算是稳健 现在都是在上涨的种情况 我们都密切关注 今年以来股市上冲下洗 但国安基金说占不进场护盘 给足信心 但外资却不赏脸 大砍高价股的目标价 联发科从840元降至650元 联勇则被大磨降为262元 景气的衰退的余力增加 对中端的一个消费跟需求 有减弱的一个可能性发生 在旺季的效应上面 会有一个减损的可能 股价上面也剧烈的一个反应 全球景气陷入停滞隐忧 美股标普500 甚至在今年6月跌入雄市 看来台股向扬眉吐气 得先看美股何时回稳 环宇新闻将会成真 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频道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转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分享环宇新闻